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梦梦梦到快爆炸 走才霸气挡酒 撩妹无极限啊 日本有个文化在毕业典礼上女生会向心仪的男生要制服衬衫的第二颗扣子 等同于告白的意思 而男生如果答应的话就表示接受告白 那么为什么是第二颗呢 因为第二颗离心脏最近 得到扭扣表示也得到对方的心 理由非常浪漫吧 张立昂一人分饰两角成功诠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霸总 虽然奥兰跟天行成长背景有些相似 但后天环境不同的影响 天行善于先观察后行动 眼景高冷又有反差萌 让我快跑票了 这场总裁欢迎聚餐 很明显天行的眼光 从头到尾都在小恩身上 从她一颗心偏向小恩 抛酒杯姿势超帅 又霸气挡酒 哪个女生抵挡得住呢 因为从小训练的使命感 聚餐结束后 还要先顾虑员工们的安全 安排妥当后才在小恩面前卸下心房 那句 虽然你本人看不出 但其实 我快不行 又输又麻的台词 菲若萌爆棚啊 天行成说过 在风雨中要像个大人 天行了要像个小孩 可以慢慢看出 天行并不如原本想像的那样遥不可及 回到家之后 与小恩的宵夜谈心 这时的天行 就像个孩子一样吧 小恩就是她的太阳 她的晴天 毫无保留地向小恩倾诉 将自己内心最最最最最深处 都让小恩知道了 最近两集的预告都让人肾上限速飙高 十九集预告天行霸气的一吻 这边真的让人好心动哦 跟《炎小世界》里奥兰第一次闻小恩 彼此的心境有什么不同呢 对天行奥兰来说 小恩就是个奇迹 她的魅力 她的与众不同 她的相处起来舒服 都是令人爱上她的原因 奥兰的吻带点情不自禁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深深被吸引 而这一吻 除了让小恩正式拥有女主角的光环外 也确认了彼此的心意 天行这一吻角色兑换 对于还在困惑的小恩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天行毫不犹豫大胆示爱 明白表示要成为小恩的避风港 小恩为何退缩 严小李那个敢爱敢恨的她 跑去哪里了呢 虽然随着关键字 怪咖攻略对象 还有通关密语 伸手摸到你 这些与奥兰相似的话出现 但还是没有直接证据 能证明奥兰就是贺天行 与好姐妹春天的对话就可以知道 小恩爱的是司徒奥兰 如果爱上了贺天行 那么自己真的就是绿帽批发桑了 也许有人纠结 小恩喜欢的是天行还是奥兰 我一直都认为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奥兰像是天行内在的深处 没有显现的另一个她 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她 大有纯真纯净毫无伪装的她 只有在小恩面前出现 通关密语也出来啦 天行也爱上小恩啦 那么天行什么时候会记起奥兰的记忆呢 有星园园长的生日会 又会激起什么样的涟漪呢 上次影片我猜测 也许天行跟小恩 小时候就在育幼院相遇 就像海报的slogan 每一次的相见都是命中注定 每一次的相爱都是用尽力气 小恩掉进言情小说 我认为不是偶然 唯有小恩穿书 经历这场奇幻的冒险 才能与埋在天行深处的奥兰相爱 才能拯救最柔的天行创造奇迹 我认为天行应该是在最后一集 才会看到总裁你坏坏这本小说 才会记起所有的一切 而想起的契机点 势必要有另一波高潮 我想到的是胡书 在天亮集团公司大厅 胡书看小恩的眼神就怪怪的 猜测小恩或天行两人 一定会再遇到一次危险 像炎小世界天剑绑架那样 而在营救对方的过程 有一个暴击的moment 所有傲然回忆涌上心头 下局预告小恩的失约 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本来想说有许孟哲有孙鞋子 那王仁府会不会是园长 但看起来生日会没有办成功 也许育幼院出了什么状况吧 期待下集天恩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还有 请奉赏你啦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 别忘了帮我按赞加订阅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掰